一静上的时候这叫什么 这叫做入凡了 那叫做一静嘛 都是情静的 入凡的时候第一个 最初从心中起 他还带了心中的情静 就像最初镜子献山的时候 最初你看到那个山的像的时候 他都是静静的光明所现的山像 所以献出山祥的山像的第一个 他的献出来的时候 第一个摄凡的时候 那个清静呢 他还犹如镜子一般 镜子就是本来就是光明像 所以你看到这个山像起实 其实你虽然已经摄凡 但是念头之中还知道 那就是静明所现 镜子的明所现 所以你虽然决心已经摄凡 可是在那个时候 第一个感觉摄凡的时候 依稀还能够感觉到 就是决心所现 所以还未摄一个清静觉 其实他还没有完全把决心舍进手 所以还有清静的气氛在其中 所以叫做天 天人法界 所以天都讲什么 不单是佛门中在讲 老庄也讲 儒家也讲 天中就讲信 直接讲信 儒家讲世间的感觉 就讲世间人随情 圣人随信 对吧 信就是作用 信中正在作用的时候 你把信心于情 就是正在作用当作情 它就是作用 信中的作用 信就是意根中的作用 意根意味作用就是情静 可是你看到任何情静当下 你都知道它是信中的作用 就叫信心于情 都知道它是信 信心 信中显信 信心于情 这个人 信中是致敬 亲静 这个人信中他是不动 这个叫做天德 这叫天德 这叫上德 但是明明是信中的 显这个信 可是你一到的信上 你把它已经看成是情了 因为有作用 你就当成情了嘛 就好像 我见一定能够见色 但见色的时候 就有色的境界 你把色这种境界 这种情分 情的那种气氛 你把它当成你的作用了 从此以后 你在情上的变化 他说我再说你的信 再说原来就是我心性的作用 其实你一定的信已经很远了 你把情中的感觉 就情中的感觉 古人就讲情情 情中的感觉 不是情中显情的吗 你把情情当成信的话 这个人叫的就是妄动 就是凡夫 根本凡夫 所以一切儒家的修行人 还要讲到一切情境上 意念上面 他都会感觉到 就是举心中的 情境的作用 那叫人性 就是信 信就是如此 我见黑的时候 不知道黑吗 知道黑 信也 所以见黑的时候 心中不能够显出黑吗 写得出来 信也 所以他会永远 住在信中 说情 这个人就算他讲尽 一切世界的情境 他心中是清静的 就是好像常常讲的 有一种比喻 就是你永远站在 镜子的本身的角度 说一切山项 水项 黑项 白项 那你心中 虽然讲尽一切种种 像中的变化 可是你心中 因为你都知道是近 虽然你讲的是变化 可是你心里面的 潜在了意识的智慧里面 你知道是不变 因为镜子不变 对吧 所以这个叫做 这个叫做 这个叫儒家来讲 都还叫做儒家的学者 叫做儒 叫做儒 我们讲过儒是什么意思 能通一切天地之法的人 能够通一切 信中作用的人 所以儒家讲人心 人的时候 能够达一切信的人 就是人性 达一切信 就叫人性 所以一念当下 是不是 叫在信上 是不是天法界 可是信中 就会显情 一下舍信入情 就是人间法界 一下忘记 什么叫舍信 你问你 就还觉得 还有东西可舍 舍就是突然 蒙住了 你看在镜子的山 镜子要是现出山来 你再一次看在镜子那个山 突然忘记 那个是镜子了 你感觉好像走进山里面了 这叫做蒙住 那叫舍 舍舍入繁了 就是那一个唤醒之中 忘记你就入繁了 我们也是啊 一念之间 在任何感受上面 其实你都不知道 你那个觉醒了 就叫做繁复了 一舍 不要讲做天人的觉醒 不要讲说出世间 四圣的觉醒 天人的觉醒 你都还感受不到 天人的觉醒 还是中国老祖先 天天在讲的信言 天人的觉醒 所以常常讲的 这个上德为天 叫天人合一 天人合一 什么叫天人合一 人者如其 天者智信 智信者天 智的至高无上的智 智信者天 那如是智信的智慧 仗一切如凡的功德 就叫做天人合一 这是儒家最初讲 回到后面的儒家 一告评 天人合一是什么意思 所以这一面就是人法界 既然入秦了以后 秦中就有秦的势力吧 黑有黑的势力 白有白的势力 其实黑一白 青黄赤白 其实就是一个色而已 就是镜子献色而已 但是他献色以后 既然能够献色 所以色中就分 青黄赤白 就是每一个都有他的情境吧 情境是不是势力猛烈 是会不会猛烈 看到情以后 为什么猛烈 看到那个感觉以后 你就随着感觉走 所以他是不是很猛烈 修罗法界 猛烈为修罗 当然在理性中 修罗法界 然后年年之间 就在猛烈之中 对自随缘兼顾 畜生法界 因为随缘兼顾的关系 所以从情逐情 一直往下逐 就成贪欲 恶鬼法界 就成贪欲 不就是变成欲望了吗 对不对 那从这个欲望之中 永远一直从欲去求欲 从欲之中 一直沉闷在欲中 因为永远沉闷在欲中 于是乎 因为欲永远沉闷 于是乎 一切其他 从此以后 其他除此欲以外 其他一切茫然无知 一到了茫然无知 连欲都茫然无知 为什么 有的人从贪心 一直往下求求 求到最后 他为什么求都不知道 干嘛求 干嘛追 不知道 就像打毒品 为什么不知道 为什么打不知道 最后你刚开始打毒品 还觉得飘飘玉鞋很快乐 达到最后 连那个快乐的感觉都没有 不知道 为什么 这个已经到了地狱法界 一直沉默 就到了地狱法界 那你说在决心意念之中 一定到了沉默下 决心就是啊 决心入到凡时 从觉入觉 就叫做什么 就叫做 刚刚是从 从这个情欲之中 往下去追逐 是恶鬼 但决心不能从觉入觉 你要知道往下追逐 那个像都是决心 一定从觉 能够入觉像 从觉一定会不断地 往决风 一定明明白白 那个像 所以他知道心中的作用 本来如此 恶鬼 就不是恶鬼 就是心中的 根本的智慧 那为什么会有地狱呢 你不知道原来 决心到最后的时候 如是法固 如是灭 先救如是 就是如此 如是灭固 如是身 你不知道的时候 你会常会住在这个灭像 而不能够自拔 永远住在那个 幻灭的灭之中 不能自拔 就是地狱 懂得灭时 他就能够懂得身 那身灭二相 就是你根本的智德 因为你不能够去 过去就是从妄心中执着 所以到了灭中 你执着那个灭 永远躲在那个灭 就是沉闷 这辈子 躲在沉闷的气氛里 那就叫做地狱法界 在大学信中 看到念头 一定呢 他能够如是起 能够如是转 能够如是造作 然后如是灭 就是十法界 因为不灭 如何有身 假如你这一念不灭 下一念怎么生 你都不灭 那你就刚开始 生下来的时候 哇 那就可以了 没了 你就完了 最后到老死 大家就是哇 就只有这一念了 其他什么都不知道了 对吧 所以这个叫做 你不知道那个灭的时候 是你根本性德 那就是凡夫的地狱法界 因为它会直灭而灭 那就是地狱法界 这次又给你们讲一次 再不懂 再不懂就才辜负我了 每次讲那么多次 回去又不肯听 到时候下次又问 师父说 十法界 一念十法界 到底为什么一念十法界呢 不听我心疼我 我就是讲给你听的 你看师父对你多好 你只要问我又讲 所以一念之具十戒 十戒各有十戒 成百 所以佛法界之中 都有具到的佛法界 所以佛法 讲到佛法界 就一定 佛法界 叫大觉法界 一定到最后 知道绝身 绝灭 都知道叫佛法界 你讲到菩萨法界 菩萨法界是照 因为照的时候 它一定尚有决心而起 所以现照法界 照法界一定照到最后面 才叫做圆满这个照的法界 所以每个法界 都一定包含十法界 离不开的 要懂啊 每个法界都包含 它不会单应而立 那你讲到原觉法界 你为什么讲原觉 你上面一定有个决心 然后能照才能够知道原觉 才能够支援 那你说到原觉的时候 一定是下面开始 所以一切法都能够偏知 才能够叫支援啊 所以讲到原觉法界 先要说它的过去 过去有佛法界 有菩萨法界 能够去看它的将来 将来就是它能够召见 这一切意愿 所以你随举一个法界 你都会知道 它一定要原觉十法界 听得懂吗 所以每个法界都有十成百 又百界都有千儒 百界千儒就是如是法 对吧 如是相 如是信 如是体 如是力 如是作 如是本 如是末 如是因 如是缘 如是果 如是报 如是本 莫 究竟 所以这个百界千儒 百界千儒 上次已经跟大家讲过 在众生一念之中 它有三个世间 有众生世间 国土世间 跟五因世间 就是一念之中 它包含众生世间 国土世间 跟五因世间 什么叫众生世间 众生世间 众生世间就是你现在所感觉的一切山河土 这个山河大地 一切这种感觉 像中 就叫做众生世间 对吧 这是众生世间 你那个念头当下是不是就有这些像在这边 这些像叫做众生世间 一切像都立在眼前 明明摆在眼前 什么是国土世间 你有什么业力就有什么样的像 就是国土 同样的是这个山川 这个山川土木 但是业力不同 感觉到它这个变化的色相的感觉就会不同 心中烦恼的人看同样的一棵树 你的感觉跟我的感觉绝对不同 同样说 虽然是同样是树名 心中是想和这个树 它会感觉这个树就是什么 就是高耸重 就是长印状 它可以在这个树的形象之中 所以中国人讲那个形象会讲到文字有象形 你知道中国人的老祖先的智慧 形象跟象形就是 一直象物能入行 所以佛法中讲那个 中国人讲这个象子 光到大象那个象 那个意义有多深 入象法 入这个象意 象者大物也 大物者一些法之 总也 物就是法 那象不是庞然大物吗 所以象就是大物也 所以讲那个象法 它是直接讲心 所以世间有象 就是大象的象 象能入行 所以看到这些山 是心中有福的 看到这个树就是高耸 就它能感觉到心中的 志气的高耸 能看到那个长印的树印 它能够知道 得恨之中 能够谱印一方 能够谱印 终于众生 它能在这个象上 就能够感受到心中的气氛 你不要小看这个气氛 这个气氛 要是一个人真正赤诚的时候 这个气氛入心 它就在心中 就能够划成无量文字 无量道理 无量的愿力 就气氛而言 所以常在 不要讲到气氛 好像是这个师父都讲气氛 你要去看看那个皇帝内经啊 或者讲到古德 这些善古之人 讲的这些 最初人成行都是意识 都是先从气 先要结气 气不同的话 他感受世界都不同 再跟佛经讲的是 几乎差不多 只是他讲的没那么维系 所以佛经讲 最初是风来吹气 夜风来吹气 他的气都不同 所以你要看一个人气不同 他感受的世界都不同 世界都不同 所以你要是能够看到一个 世界气 就是气世界中的那个气氛 气世界是那个气氛的气 再看到那个气氛 你能够那一念那个气氛入心 就是无上功德 但是众生虽然常常感受 那么多气氛 却是不能入心 所以后面佛法之中还讲的一个 他心中能入不能入 不能入就讲 种种业障 遮住了 他不能入 遮住 不然的话 你眼睛看到 应该气氛都应该在你心海里 在你八十天里 虽然你说他不能入 可是他所见过这些 所有一些庄严相 都在他八十天中 将来有一天业障消失 虽然他还不见得 一定要还要再走回过去的 这些意境之中 他不要走回那个过去的环境之中 从他的意境突然现前过去曾经看过什么 他这种气氛还能够在 在成就他 所以奇怪 我过去为什么都不知道 过去月仗圣 现在怎么从心中能够犯出这种意识 则他一直在你八十天里 一直在你八十天里 你得想看 祖神的决心 所以这是国土世界 在国土世界之中 那就是从夜感之中 夜感中现的种种不同 叫国土世界 那国土之间就有什么 色数相形式 然后五云世界 所以一念当下就居属成三种世界 一定有色有想 一定在里面 从过去的夜感 看到这些像以后 你过去的夜感叫国土世界 看到这些像以后 这些像的灵力 叫入到众生世界 马上起的就是你的什么 五云世界 对啊 马上去我四十天想形式了 就起了五云世界 这叫众生一念 一念就有三种世界 就是三种世界 对吧 所以成三千 又成为三千世界 三千世界 大千者 上次我听到自己讲的录音带 现在自己有时候是口误我 我没有那种狂妄的心 我说古人 古人这个解释 三千是中千一千 小千世界一千 中千世界一千 我想这个我嘴巴就乱了 我没有想说 要跟古德别于什么 有点没有什么意思 我只是说 我们反正就是研究佛法 我们在经验上 我们绝对不会去违背经验 只是让大家多一种 能够多一种 另外一种观想的这种 这种理念 这种观想的理念 你也可以把过去 就是在佛教字典里面讲的三千世界 小千世界一千 是一个中千世界 一千个中千世界 就是一个大千世界 然后因为它有一千个小千 一千个中千 一千个大千 叫三千大千 这个你可以把它记住在心里 但是我只是说 多一番我们的心中的体会 当我说先讲大千 下面讲三千大千 先讲大千 大千是在经典中来解释 在你去看任何佛教字典 就是和四大洲 日月逐天唯一世界 四大洲 就是东南西北四大洲 一千世界名小千世界 小千世界千倍名中千世界 中千千倍名大千世界 这个只是让过去的解释告诉你 但是最后最重要是这句话 一佛之化进而 什么叫大千世界叫一佛之化进 就是诸佛献化的时候 他的教化的时候 所以化进就是大千世界 佛要献教化的时候 一定在哪里 在色界开始 没有色没有世界呢 你在无色界中做什么教化 无色界中他不执着 这些是相当不能做种种教化 所以由色界开始 就能够成世界相 开始有相 在色界开始 从色界开始 他就设四大洲 就用四大洲 所以佛献教化时 一定在色界 向教化时 这些色界 你们这个听了以后 马上要是不能够跟我 以前平常跟你们讲的 那个观法 观门的心向观门 那个相应 你们就实在是太辜负我了 我说佛子一定在色界 献种种教化 一定想到释迦摩利佛 诸佛都在色界献教化 没错 这是一定的道理 但你们觉得你的决心也在色界显出种种教化 你决心现前时都是色 你没有这些色 你哪有绝 什么是色法 色身相为处罚也 就是色 没有这些 你能够有绝吗 所以你是不是决心现前的时候都在世界里面 就是义佛之化 是化界 就是这境 在里面 就是国土 这三界大界世界 那我要讲的 把这个三千 这个应该是分开来的 没有分开 在这里跟大家讲 这就是后面我要告诉大家 一绝之心 是不是有一绝之心 你要有绝就有练 没有练怎么是绝呢 绝显的时候就是练 那一绝之心 是不是都是在一绝之心之中 所以前面说叫三千者叫做众生一练 集聚三千世间 大千世间者跟你讲说一佛化界 一佛化界是不是叫做绝 那绝中是有没有练 绝中要是有练 但一绝之中就聚三千世间 对不对 讲一绝之中就是大千世间 那我一个绝的大千世间里面 是不是只有聚足的三千世间 就是一个决心之中一定聚足念 一个念中一定聚足觉 一个大千世间 一佛化界之中 是不是就聚足众生 那一念之中的众生世间 国土世间 五云世间 众生世间 国土世间 五云世间 一定聚足 所以后面讲 戒入 戒它一定能够包容 戒入 戒是念念之间 念念之间讲的这个世间 就是念头之中所入的像 戒能容 戒就是心中的觉体 它能够容 我们要讲到戒 在这边分开 戒就讲觉 一否则挂进 讲到戒就是一念 终生之一念 一觉 觉心是能容 戒就是能入 能入什么 入一切法 它也入一切心 所以戒容 戒入 戒一戒别 什么叫戒一戒别 戒一就是一戒而别 对不对 什么样的世界 有什么样的时间 什么样的世间 就会有什么样的世界 所以常常讲 世界之时 它有的时候是 约中间有多少世间 它可以分两种项来说 一个是 世间的数量 数量大小 大世界 小世界 大世界 小世界 还有一种就是 世间的种类不同 有恶世界 善世界 因为它有恶的世间 其合成呢 就是恶的世界 那动物的意思吗 那好 你的恶念所集合成的就是什么 恶觉 对吧 那善念所成的就是善觉 所以你就感觉到你的善觉之中 它不但善念所成 善觉之中还能够化出种种善念 对吧 那这里面就包含了 这一觉之中能献出种善念 因念之中能射中种觉 一觉之中能还能够献出 种种不同众生的世间 是不是叫三千大千国土 这只是给你们另外一种 重新去回观 反观的一种 观觉心的这种 这种 这种启发 所以既然 什么叫做启发 不是在文字上的启发 你可以看看 你现在这一念都叫做世间 你是什么世间 你要是常常能明白 你在什么样的世间之中 你常常集合 如是世间的种种气氛 就叫做重世间 就大很多的世间了 重世间 那你就可以算得出来 你在什么样的世界 你就可以知道 这是关门 那另外一个还可以用开玩笑告诉你 你就知道你将来能不能到极乐世界 不可能 你现在看到你什么世界 你不要说我天明明都是这个世间 加上我要到极乐世界 极乐世界又有极乐世间 你有没有跟世间相应 那师父讲得太遥远了 极乐世间 我怎么能够跟他相应 我说间就是念头 一个念头就有时间相 间不是有入相 念头所入 一个人若是有什么样的心 他就会感觉到什么样的世间不同 刚刚我讲过吗 一个人心境不同 感觉这个房间里面的气氛就会不同 所以是不是心在 心献出种种世间法 对不对 那你何必找世间呢 当下在心中 要跟什么样的世间相应 将来就是什么样的世界 这是一定的 这是一定的 所以他们国土 国土有领域 一定要知道 要在文字上做解释 我讲的文字解释 是让你们已经体会出 看到文字的解释 就要跟你们决心相应 这就是我常常讲的 为什么古人 他只要讲到文字 他就能够答信 我们现在的人 讲到文字是文字 信是信 绝是绝 我说国为领域相 那就会可以体会得出 那个决心的领域吧 恶人的决心之中 就有恶的领域 善人的决心之中 就有善的领域 所以恶人永远都在 鬼国 善人都会坐在 天国 都会陷在天国 就是讲世间现象 我们讲初世间现象 就叫国有这个意思 既然国就是你这个念头之中 你现在发现 这个念头当下 你的领域的 领域的气氛是什么 就知道你在哪一个国了 你念念之间 在这个领域上面 就叫什么 依持这个领域 就叫做 浊 就落在这个领域的气氛里 就叫土 你就入土了 立土了 不要入土 入土是我讲的 我要入土 站在哪一个领域上面 你就感觉到那个气氛 你就感觉到 你就站在那个 就是土下 所以土为一尺 既然知道这个 国叫做领域 土为一尺 你能感觉到 决心中的作用 你会发现 所有一切法中 就是这样子现的 它是什么样领域之中 什么样新进的领域里面 现种种的 这个气世间的报像 气世间就是土 气世间的土 所以全聚会 总设一切法也 所以三千八千国土 这个整个全聚 就是设一切法 一切终身法 那一些行者 就在这个决心上面 在照见这过去的 种种念头上的一切法时 你们发现 他虽然行者已经开始做官了 在现官这些法 官这就是过去的 种种念头起处 他当然做官 因为哪个官 不就是官过去的念头起处 所以佛法 不是这样 在官这个念头起处吗 那每一个行者 已经开始发了善心 欲了脱生死 想要回光返照 所以在每一个念头上面 就是这些一切法中 你们感觉到这一切法中 还带着过去的夜感势力 这些过去的夜感势力 就是谁 满中夜叉 罗叉 欲来挠人 所以夜叉 急 急急鬼 急急鬼 你们看到 樊老师非常急 欲缘 啪就来了 非常急急 罗叉 暴恶鬼 不但来了 马上陷在你眼前 就好像你突然在关 在做子官所 突然那个一板线前 啪一下 你就被他 他马上到你眼前了 并且想说 你不要来 说我不要理你 那个都还来不及 这么快 来了 来了以后呢 你马上就已经忘记 你在做官了 你就被他罩住了 就说暴恶鬼 罗叉 已经把你吃了 你都不知道 那就是罗叉吃了你 那人性 你不要以为你师父 你讲的是天罗叶堂 你错了 你常常随着这个念头的暴恶 一下线前的人将来啊 还有两种人 一种就是陷到被罗叉吃掉 一种就是陷到他 就是罗叉 暴恶像 念头的暴恶像 随他的猛急像 现象 所以他会在这个气氛里现象 将来就是那一个 借道中的众生 借道中的众生 所以就算是将来受恶暴 到了地狱 然后在这处身 出身 他就到了地狱以后 地狱出来做鬼 鬼就先做什么罗叉 这些 然后在这边出身 就变出身 因为他就以前就是这样 这样的去流转了 所以我讲说 夜叉者结极鬼也 罗叉者暴恶鬼也 众生世界满中烦恼 都是烦恼 因会衰败 驱离终身 为什么叫因会 一切烦恼现前时 他就遮蔽住你的绝名 你从此 你只敢在 种种烦恼的感受上 你从来在感受上 不敢担当 你还有个能觉的心 觉得他的那个觉 不是烦恼 就好像镜子 他现出黑来的时候 你就在那黑的感觉上面 说黑了 你从来不敢担当 这个黑色就是镜子 镜子哪有黑 所以你不敢担当 看黑的时候 你知道是镜 像你看那个黑色的时候 也知道是镜子的话 你还会住在黑的势力里吗 这个人不但不会住在黑的势力里面 他还可以告诉你 如果是镜子 什么因缘故 他为什么因缘 他会现种种黑 所以这叫做智慧 因为不敢担当 就叫做凡夫 不但不担当 还被他遮蔽主 从最后看到那个黑的颜色以后 忘记他就是镜子 就是被折断 决心就折断了 你的烦恼来 应该是这样子 所以他因会衰败 因会就是遮蔽你的决心 衰败就是什么 衰败 不但遮蔽住你以后 你还不但遮蔽了你的决心 你还担心跟着这个气氛走 从此以后 你就在这个上面 衰败 败坏灵 回头的这种智慧都败坏了 随着他走 随着他流转 然后衰败 驱逼众生 你看一个行者 已经在参了 可是念头 在已经在做直观 念头就这样会过去的叶蓝 就在逼他 其是猛击 其壮报额 非常报额 所以下面讲 称其官 闻其称 观世音菩萨明者 闻其称 观世音菩萨明者 所以下面就用 熟了眼睛的 前面两个字讲 闻寻今明 明辩法 即是也 闻其称 就是自己也要心中 也要念念之间 自己感觉到 自己的闻性先前 再来去感受 这种同体大悲的智慧 叫闻其身 就念念之间 已经绝照先前 那个绝照 这个绝是放在哪里了 这个绝照的绝心 是行者 这个绝照的绝心 念念之间 要在同体大悲上面 其中种绝 什么叫同体大悲 看到烦恼的猛烈 跟树极相的时候 你要知道 那就是 你为什么觉得猛烈 还是绝啊 你为什么觉得 它很树极 还是绝 它只是变相中不同而已 你现在要回头去看 怎不谱门品 从开始 他讲到观音菩萨的功德 先讲理 先讲 他是每一个 你晓得好像 师父讲的这个 怎么样观行都一样 他只是比喻的 辟语不同 他不是 你要仔细去感受一下 他不是 他把你烦恼这个业性 拆得明明白白告诉你 第一个烦恼 是最初献钱的时候 是个猛烈如火 那么猛烈的心中 行者在残 猛烈的时候 那个火性知道 他还是绝 他一定常常能够飘行者心 飘没如水 他是越来越飘逸了 他还有水性在里面 要知道那种感觉 现前 还是绝 就是成观神菩萨命 他迅激如风 他吹散你 烦恼中还有这种像 他也能够观 他知道 都是觉 对吧 他前面就是 还有这个刀杖 他这个锋利 截断你 种种感受 把你的感受 跟你的决心分开来 就把它分开来 从此以后就不知道是觉 啪一下 就把你躲在感受上 这个刀 刀也能换 要知道他还有这个像 现在讲这个烦恼像 他有遮蔽像 有暗盾像 有这个罗刹 这些训绩像 有这些鬼魅像 阴慧像 所以你该 浦门品 不是讲了那么多众生的 什么苦难 什么疤难 什么 难中还是讲到你的决心上 他一一为你批拨 所以你一个行者 做直观神 你说烦恼献前的时候 你都要知道 我觉得他猛烈的时候 是在活 所以这个活的感觉 还是观音嘛 为什么不是观音 因为我们讲观音 是同体像吗 为什么 你觉得踏实 是不是都还是绝 所以你知道它是绝实 那它这个猛烈像 就会入在绝中 你虽然可以看到 那个猛烈像 突然发现 住在绝中了 那个猛烈的实力就没有了 你知道它那个像 猛烈的实力就没有了 就好像我讲的 你看到那个黑色 你明白那黑色是镜 黑色有种种情境的那种视力 很强烈 可是你要是知道 它是镜子所现的时候 眼前的情境的变化 你都知道 但是它没有视力 因为你知道都是镜子 它就没有视力 它转不了你 但是情境变化 你都明白了 所以那叫智慧 所以这边你不要讲了 文其称观世音菩萨 就文殉精明明变法界 是也好 这文殉精明 那等一下要告诉你 这个往下讲 我就会更讲的 文殉精明是什么意思 但是你们大家都已经 慢慢已经从前面听到现在了 什么叫文殉精明明变法界 因为行者已经念念在这个文上 在这个信上 在这个决心上做指环了 从此以后这个决心 这个文心 这个文心就代表决 因为我这样讲 说是因为它在观音法文凭 它观音